音樂 接下來是寫這個意子 因為它底下一樣有個歌 所以我們寫的時候稍微偏左邊一點點 讓右邊它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來可以寫那個歌 第二橫稍微短一點點 第三橫稍微長一點點 左邊稍微長一點點 讓它左邊的邊界有一點點斜斜的 在這個地方一個平著 再來長一點的 在這邊一橫過來 到這邊 這邊斜坡比較陡 那這個斜坡比較斜 到這邊就好了 帶一個勾 那這邊留一點空間 因為這邊要比較長的空間要伸展 一筆過來 過來就是剛好到這個腳底這個位置 把這裡填滿 然後在這裡寫一個點 對 在這裡面 然後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我們在這裡面 就是在這裡面 再去到這裡面 那兩個動作 在這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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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方一點 一行比較長 從中間這個點的下方一筆 向左下方斜斜過來 下來一點點要短行 隨即就一個勾 再來是河南史華柯 也就是河南籍的史華這個人 柯這個杯 來我們寫這個和 一點兩點飄上去 那在這一點的旁邊 下方一點點寫這個可 這個地方寫一個口 在這個地方一竖下來 那麼稍微下端稍微斜斜的往 右下方伸展 那帶一個勾 再來寫南方的南 那這個南寫的時候 稍微偏左邊一點點 那這個框是這樣 這一束是比較直 那麼比較短 那這邊拉過來以後 折過來 由粗 斜斜的向右下 左下方勾起來 那這個 這個內部的構造 就稍微偏左一點點 一行 再一行 這一行就剛好到這個 這個底部 這個框框填滿了 這一束稍微長一點點 那很明顯的 這個東西 它偏左 而且這邊的空間小一點 這邊空間大一點點 好 再來是寫這個實 歷史的實 那麼一樣它有這一納 所以右邊的要留一點空間給它 那麼這個實 這個第一筆 這個框框 我們就給它擺的稍微 偏左方一點點 好 九宮格看到我們這個 格子 稍微偏左一點點 那在這裡 一束下來 穿過這個框以後 向左方 彎過去 最後這個末端 是已經到了 水平的階段 然後從這個框框的這個角落 插過去一納 從這個邊緣插過去 從這個邊緣插過去 那麼右重心它就稍微有點偏 右邊一點點 好了 我們來寫寫這個 比較特殊的構造 上面寫一個草頭 那再來這一行 緊貼著上面的草頭 那寬度呢 不要超過這兩個草頭的寬度 可以稍微縮緊進來一點 那再下來 這個草頭就要稍微寫的寬一點點 因為中間它有一束要穿越 所以這個草頭 中間要距離寬一點 等一下一邊容納這一束 那再來這一行呢 是從左邊多一點 按下去以後斜行的過來 那逐漸越來越細 到這邊 壓一個點 也就是左邊的邊緣 它是這樣比較斜的 那右邊的邊緣 它比較沒有那麼斜 它比較抖一點點 再來 這個行就稍微比上面的行線要短一點 那從中間一束貫穿下來 再來是寫克 就是雕刻的克 這個字 這個字是這個碑最後一個字 也就是河南史華克 是這個碑最後的一個字 那麼左邊寫一個亥 這個字四上野已經破掉了 它只剩下樹心 這個刀的最後一筆而已 這邊已經完全不見 那現在就是根據的經驗 根據經驗來寫 這樣兩筆到這邊 平行呢 那這筆比較長 然後在這裡你找一個交會點 然後呢 這個刀寫得稍微高一點 這一束繩稍微高一點 然後跟它一樣等高的地方 一束下來 微微的向右下方傾斜 戴一個勾 這個是我根據就是最後的這一筆 在背上也看得到 這個就是只有一半而已 那這邊就看不見了 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書寫的拍照的方法 把攝影機一個心地牌 4K攝影機架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鏡頭垂直的朝下 這個位置就是我寫字的位置 那麼所以說各位從鏡頭裡面看到的字 就是這樣拍攝起來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劉斐欣 那麼這個影集從去年的9月份 開始拍攝第一集 一直到現在 剛剛已經把最後一個字給寫完了 那麼我為什麼要拍攝這個影集呢 這個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我想把這個寫這個多寶塔碑的 這個多年寫作的一個經驗 把它放到網路上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也同時也希望說 大家如果有比較好的經驗 也能夠把它放到網路上來 跟大家來分享 那麼我的經驗 也許不是最好的 也不一定完全正確 因為畢竟顏真卿已經去世那麼多年 他不可能現身的指導我 我只是根據他留下的碑 來做一個琢磨 來做一個學習 那麼這個經驗 只是我個人的經驗 也許大家有比我更好的經驗 我也希望大家能提出來 共同來分享 來探討 那麼這個碑寫到現在 剛剛寫完 那麼還沒有簡介完成 大概預估會有150集超過 那麼實際會有多少集 就要看簡介的結果 那麼前52集 他每一集的長度比較長 因為我上傳的時候 是用比較小的檔案來傳的 那52集以後 我是用高解析度的來上傳 所以說影片會看得比較清楚 會比較大 如果用電腦螢幕來看 你可以用全螢幕來看 但是因為檔案大 上傳就比較耗時 所以我就每一集 給他減少到大約十個字左右 那麼十個字大概就是十幾分鐘 這樣的長度 所以現在大概預估會有一百五十幾集 就可以把它剪接完畢 那麼這個影片 我放到網路上 就是五遠福建 因為它可以打破時空的限制 不管多少年以後 只要這個影片沒有被移除 那麼這個影片 任何人都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 來看到這個影片 來跟我覺得這個緣分 那麼以後是否會再拍其他的影片呢 不一定 因為要看音源 我想如果以後有心得 我還是會繼續來拍 因為畢竟這是跟大家做朋友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寫字的時候就在這個地方 那攝影機就架在頭上這個地方 那目前攝影機已經拿下來了 就在我的對面 正在拍著我 因為我只有一個攝影機 沒有兩個 那麼這個紙張 我用的是這種的紙張 這種九風格的紙張 它是適合學生練習用的 那麼它一共有六個格子 六個格子 每個格子大概就是這麼大 寫出來字那麼大 那我為什麼要用這麼大的字來寫 因為拍攝起來以後 它的筆法它的鏡頭會 字會更清楚一點點 那麼在拍的時候 我的字貼就擺在這邊 這樣我才知道說 下一個字我要寫什麼字 這樣子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通常我寫第一個字的時候 是在這個位置上 那用文證壓著 然後磨動一下 抬頭看看攝影機的鏡頭 我是不是有針對著 我的這個要寫的地方 挪動好以後 用文證壓著 然後就開始寫 邊寫邊講 比方說 我現在要寫一個大字 那麼這個大 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一納 所以右邊要留一個 比較大的空間給它 所以我們在寫一橫的時候 就是這樣 稍微往左邊挪動一點點 然後這一樹下來 穿過一橫 然後往左邊彎過來 然後這樣一納 從這個地方拉出來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比較長的距離 可以來百分之一納 這樣子 好 那一個字寫完之後 我要寫這個字 我一樣把它移動過來 然後看看攝影機的螢幕 是否有對正的 鏡頭有對正的這個地方 對好之後 我繼續寫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 通常我就不再講話了 因為這樣直接寫完它 大家就可以看到 運筆它的過程 好 那麼 今年 這個字 從去年的九月寫到現在是二月份 剛好是過年 那今天晚上是元宵節 那麼剛才寫字的時候 有聽到一些便炮的聲音 那麼在這裡公祝大家 今年的元宵 過年 一直到現在都是在過年 今天晚上剛好是元宵節 祝福大家過年新年元宵快樂 謝謝 謝謝